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Sam 這幾天天氣這麼好 秋高氣爽 最好坐在戶外的地方 呼吸一下新鮮空氣 喝啤酒 真是人生一大塊錢 是啊 這裏環境真是一流 附近雖然很多高樓大廈 但有一個這麼寧靜的平台 Ben 你真是沒有介紹錯 最近有什麼搞作 最近沒有什麼特別的搞作 都是如常工作這樣 不過我最近收到一個 畢業了幾年的機械工程的學生 電郵 他告訴我 香港工程師學會 正式批准了他做會員 我們俗稱叫做考了牌 但是很有趣的 他沒有在機械工程的行業 反而進入了屋浴裝備這個行業 這麼巧的 我最近都有個電機工程的畢業生 都是入了行做屋浴裝備工程 其實很容易理解的 香港這麼多的高樓大廈 屋浴裝備工程是必不可小的 在一座大廈裏面 一定要有水、電、冷氣、電池 就算其中一份有問題 要維修 都對那些用家很不方便 是的 始終屋浴裝備工程 其實就是機械工程的設施 和一些電機工程的設施 我們的畢業生 讀了機械工程和電機工程 他們進入了這個行業 其實很合理 其實最重要的是 他們讀書的時候 懂得選科 只要他們選對科的時候 到他們畢業 要進入屋浴裝備這個行業 其實真的很容易 是的 我們香港大學工程學院 有不同的學系 很多科目都和屋浴裝備有關的 好像你們的機械工程系 有空調、消防、吸排水工程項目 我們電機電子工程系 就有供電、電力設施、燈光工程 都和屋浴裝備工程有關的 另外我們有土木工程系 學生又可以選一些 和建築管理有關的科目 都一樣可以入行 做這個設備的行業 是的 其實我們的學生 又不用特別要轉科 他們仍然是保持他們自己的科目 保持他們的專業 但是當他們畢業的時候 除了他們有自己的專業之外 也都同一時間就可以滿足到 進入屋浴裝備工程師的資格 真是一舉兩得 誰知 我們還有最強大的後盾 就是你做課程總監的 屋浴裝備工程碩士課程 同學畢業之後 可以回來再修讀石士課程 就可以學到一些新的技術和知識 在將來是有更好的發展 你簡直是給你一條龍門 阿Sam 這樣都給你入到位 就幫我買廣告 真是值得請你喝啤酒 好 乾杯 根據香港工程師學會 屋浴裝備工程分佈的要求 要成為屋浴裝備工程師 除需要機械工程或電機工程學士學位外 亦須完成指定學科 包括空氣調節及冷凍設備 電力設施 消防設備 工用設施 燈光工程 項目及工程管理 香港大學工程學院 提供作為屋浴裝備工程師的專業訓練 讓機械工程或電機工程本科生 於在學時選手所需的科目 而滿足作為屋浴裝備工程師的要求